在斯德格尔摩梅者是有一个五六名的成绩 但是他很遗憾在阿丁顿梅者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来之前可能所以所有人也不会太看好他们 可能觉得打南美的队伍还不错 但是面对这些就来到世界赛里面 大家那么多的强队的情况下 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发挥 但这一次我觉得还是给了大家就是 任何的队伍都不能轻视的这样一个信息吧 没错我也经历了这么多借TI的一个解说或者主持工作了 但是就从本次消息财上面看来 我感觉各个地区的一个队伍